我觉得网友说的对了 有网友这样留言 说我发现每次徐老师 马老师有不同意 窦文涛的意见的时候 他的反应是 我们先去广告 我们网友多好 观察力多好 群众的眼睛是血量 可是群众我必须告诉你 窦文涛也是公平的 那回来总给我们机会 说回来 我说那个自由市场 要有一个作为基础 就是基讯流通要完整 开放的 complete and open information 流通的开放的 所以他你才能说 我知道我用什么价格 在什么地区买到什么东西 我来选择 我按照我的收费能力 我的收费意愿来选择 这个才真的是自由市场 可是我们看到 很多大的店 他有他的能力 让这个information 让那个基讯不流通 我们根本不知道 不是有人去做报道调查 我们根本不知道 原来我们买的东西在建议 那个品质是差的 他的缓是过时的 不知道 因为他透过种种的控制媒体 或说影响媒体 或说用他的广告行销 他告诉你 我们把最好的东西卖给你 所以在这个不完全流通的 这个基讯情况下 谈不上什么自由市场 还别说他可能有方法 去影响当地的法律 保护他们 让他们 是啊 就是这样东西进来 而且不让其他更好的东西进来 他不让他的竞争品牌进来 像苹果在美国 欧洲经常引起的打官司 就是这样 他注册了几千万个东西 这个不准人家用他 动不动就告你侵权 你根本没有能力跟他打官司 你就不能跟他竞争了 你就怕了他 他不仅是七克 电大七克 他电大七他的对手 七其他的电 那我觉得很难 动不动就说什么自由市场 你要不要 不要就拉倒 这样子 我觉得那个不公平竞争 对你讲很好的 所以这个资讯这个东西很重要 所以315晚会很好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他不应该一年只有一次 他应该天天有 他应该专门有一个频道 或者至少有一个节目 固定的 每天都有 这种晚会呢 至少一个月一次 就这种大型的晚会 就是说真的 我觉得很好 他里面讲的几个东西 都是很有比方 比较Cookie 就是我们上网的记录 都被人拿去用 比方说他讲了那个 卖假 就不是说假药了 就是很简单的那种膏药 然后找演员来办那种 什么几代名医啊 什么的 他把他的制作过程都拿出来 这个就很像美国的那个 60分钟 你知道他就是一个深度的调查 他常常是对于一个 比较有争论的一个 一个商业 或者是文化上的一个案件 就这么一路一路追下去 我呢就是 所以我非常知道 我觉得这个节目非常好 我最近看了他们央视高清的一个世界名画 日本人做的 他们把日本人的名字卡掉 我自己发了条微博 我说这是我央视看到最好节目 我现在修正 我觉得315是最好的 类似的 但是他带出几个问题 我一面看 你在你讲但是之前 我插播一群 我说刚才才骂我们无耻 所以他说我们想跳槽央视 现在自己来 但是你听我说 第一 手法带来问题 就是刚才 我刚才我们讲 这个何仁东那个8点20分造势 是不是 是不是 这个带出我们社会的一个基本问题 能不能以恶抗恶 能不能用一个不合法或者是坏的手法 来揭发一个坏的事情 比方最简单里面 他里面全是偷拍 那这个偷拍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 在什么情况下是侵犯人家私隐 侵犯人家商业秘密 什么情况下你是替天行道 代表公权力来批判人家假 万一你拍的东西人家是没有假 那你这段东西你没有得到人家同意 就把人家的图像 那些人都是都被你全拍下来 这个偷拍 这个合法性在哪里 咱们不说这个了 我的意思啊 这个事让我很有联想 就是说因为他们都在讲打大老虎 打什么的这个问题 我就觉得有些私营企业 当他握有某种技术 或者有某种权势力的时候 他是不是能够为所欲为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 你知道吗 我的联想还很丰富 我甚至就联想起 这个所谓娱乐圈明星 大家经常讲耍大牌这个现象 你知道这个问题 是在这个娱乐新闻里饶嚷已久 我觉得为什么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呢 从某些地方看 你能看出中国大陆人啊 这个自由市场经济的意识啊 不够发达 因为呢 如果你承认这是个商品 自由市场经济意识的话 很多时候你不会对明星生气的 比如说香港人 有时候他就不会生气 但是我就会看到我们北京的同事 他都会生气 比方说这个明星要来做我们节目 他说我要做头等舱 或者他提出钱的要求 那凤凰威士从来不得 他跟我们要钱抽你 是吧 我就跟他们讲 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在我的这个看来啊 这个市场经济是没有生气的 你知道吗 没因为没有强买强卖 在我看来就是像我这个休养的人 我认为啊 没有天价这回事 只要在签订合约之前 好像我请马家辉来做节目 他就是过要一个亿 我没有什么可生气的嘛 那只是说对不起 我请不起你 好了吗 那跟他的人格有什么关系 他要做头等舱 他就做航天飞机 我对不起 我请不起你 那怎么能说明他道德败坏呢 所以你自问自答 把你的问题都已经解答了嘛 所以不是 所以我说这个矛盾 就反对我 广告之后 枪枪三人枪 广告之后见 重塑架控 看球静谧 豪华 衣食新生 这就是新世代的天籁 东风日禅 传城千年量造工艺 历经天宝洞藏 红花博色 将相典范 红花囊 但是你看 就是这个事情里边翻回头来 为什么我刚才就问 我说自由市场经济当中 有没有伦理道德的这个部分 就是说你看 耍大牌 我刚才已经讲明白了 理性的说 对方可以提任何要求 你有不接受的自由吗 人没强迫你 你骂人家 你犯不着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呢 你也的确会看到 如果一个明星 要这个 要那个 大家就是会骂你 而且呢 要照我看 你这么骂 不理性 对吗 而且另一方面 你看最近是张国荣的 那个 那个纪念吗 黄柏明 你看就会夸 这个我听很多导演讲很久 他说哥哥 就是张国荣 说当年为我那个电影做宣传 说今天的这个明星 一带 带两个 那算是朴素的 这些带七八个人 管机票 管酒店 他说 他说那个时候张国荣啊 我叫他来宣传 一个人就来了 跟着我一家一家地方跑啊 就去宣传 他这个为人啊 今天没有一个明星 比得上张国荣 好你看 他又有这个道德 你看 包括赞颂的 他那个好呢 值得称赞 但是那些呢 也不能批评 大概是 就是就是说 你你这个有商业道德啊 你讲良心啊 这是非常好 但是他为利是图啊 这也是人之常情 做生意嘛 你要知道 苹果 那个央视说 他少掉一块啊 那个评论员 那个王小鸭说啊 他少掉一块 就少掉一块良心啊 我觉得这个话就讲过了 其实呢 你得明白 苹果啊 来 不是为人民服务的 他是为利是图的 所以呢 你呢 用他也是为了你的好处 你也不是为苹果服务 对不对 所以大家就 这就就要讲法规 来限制 所以你回答了 你其实自己后来讲的话 就回答了你刚才的问题 就商业上 一个耍大牌的演员 主要是因为供求关系 你不能从 特别不能从人格上去 以此来判断他 他本来就不是来卖良心的 对 而且而且就行业特别可能竞争很大 也特别的脆弱 那今天他红 他带了八个助理来 你要他还得 还是得给他付 对 不然的话他有一天不红了 他什么都不要 我还赔你两千块给我上节目 你也不要他 对不对 他自由选择吧 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底线 什么情况下会觉得受不了呢 比方说讲药 那些演员啊 在那里讲药 说这个包子什么什么病 吃了以后会怎么怎么好 那人家就问 万一这个药吃了以后 对身体坏了 怎么样 他们就完全不管这些事情 然后他们就说 最最多就是退货 退钱就是了 但是你想这个 这个现在已经有法律规定 所以说这个明星 如果代言这个药品呢 如果是假广告 他要负责任的 对 最近这个事情 你那个深圳马上要盖 那个平安大楼 中国最高大楼 六百多米啊 现在停了 就是因为那个海沙 是是是是 其实现在 说是一年起 已经每天一万多顿的沙 已经灌进去了 说海沙 你让他会腐蚀 他会腐蚀 这个就不是为历史图的问题了 这个就是 也不是为人民服务问题 这是触犯法律 你说现在怎么办 这个楼怎么办 我再想想 中国平安是这几年 中国发展的最好的企业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你要早买了股票 你就发了 现在深圳要盖 全世界最高的楼 中国第一 全世界第一 六百多米的楼 可是现在灌在下面的 有可能是海沙 将来可以叫海沙大厦 没有这样 也幸好 它有本身叫法律 这个不存在为首预为 为首预为是有些企业 他觉得我赔得起 我没关系 我这样弄 你告我 我还是赔得起 所以他就乱来 你没告他了 你就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